但其實在吃蛋白質之前呢 熱量足夠是更重要 可以選無糖豆漿 茶葉蛋 或者是現在有推出這種雞胸肉 那其實我們的秘密武器就是堅果 對 因為其實堅果是油脂 所以它只要一旦夾進去它的熱量 馬上就拉稿 踩起來 然後就像在走路一樣 超抖的 對 你的雞肉就會那個 雞肉超抖的 然後呢 你如果可以的話還可以 好 那如果不行 你就把它手放在後面 歡迎收看健康油邦 我是阿娥 今天要請很多的朋友 一起來關心一下 男男女女都要注意一下 肌耐力 其實65歲以上的男女朋友 小心喔 男生五個人裡面就有一個 女生六個人裡面就有一個 什麼 就是肌耐力不夠 很多人就說 不行 嚇肚 吃比較清淡 吃得素素的 沒有肉不行喔 沒有肌耐力 那是不是肉肉的人 他比較有肌耐力呢 不知道 要請問一下專家才知道 所以我們怎麼樣可以讓自己 不要在肌少症當中 沒有肌耐力 然後讓你的肌肉流失呢 我們要有一些基本的能力 介紹今天現場的幾位好朋友 首先來介紹的是 我們的復健科的醫師 陳昭榮 陳醫師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們知道肌少成疾 很多高齡的人 都是因為肌少症而很容易跌倒 所以我們今天要來 戰勝肌少症 然後顧好我們的下半身 下半身顧好 來 前面講他的 肌少成疾 好 不要肌 很多的疾病出來就好了 這本書可以給大家好好有機會 來看一下 還有好朋友在現場 這是我們的營養師宋明煥 大姐好 其實魔鬼常在細節裡 很多我們看似健康的飲食 其實就是肌少症的幫兇喔 好 吃不對 又幫了倒忙 還有一位好朋友在現場 是我們的健康教練 歡迎Hanna 哈囉 大家好 我是Hanna 其實我以前就是那個風雨體態 但是卻肌少症的人 所以我今天要來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之前錯誤的觀念 以及我現在怎麼樣維持 我健康風雨的體態 然後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些 我增肌減脂的秘訣 好 一定要學起來 但是我們很多朋友 可能都有類似的情況 就是你根本不知道 你有肌少症 然後你就會覺得說 那我如果肥胖的人 是不是就比較不會 有這樣的問題 你恐怕跟想的 跟事實不一樣 我們要請醫師 來告訴我們一下 有一些警訊 對不對 其實很多人都覺得說 瘦瘦的就有肌少症 胖胖的不會 可是我們實際最怕 是那種肥胖型肌少症 大家都吃過那個和牛 對不對 和牛最好吃的是怎麼樣 裡面很多油花 那你想像那種肥胖型的 肌少症的人 其實就是像這樣 充滿了油花的和牛 那種感覺 各位啊 你這個有價值的 你和牛 但是那個沒力了 沒力了 所以我們知道很多長輩 其實你知道 像台北市很多馬路很長 走路走就走 走到一半 紅綠燈 紅綠燈 走不走 走不走 走路越來越慢 公車 都不會對 然後那個寶特瓶 你要開那個水 對 打不開 奇怪今天那個寶特瓶怎麼特別緊 打不開 手的握力不夠 然後呢 容易累 行動力不好 覺得好像做什麼事情都提不起劲 那這樣的狀況 我們就要懷疑 是不是有可能是肌少症來了 這樣子 那我們怎麼樣去知道說 我有肌少症呢 它有一個測量的方法嗎 會去測量 我們一個就是我們的體脂 還有肌肉量 這個有一台儀器 叫BIA的儀器 我們透過這個儀器的檢測 其實就可以看得到 我們的體重多少 體脂多少 肌肉量多少 這個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有一個標準值 其實就可以看得到 那另外有一個就是說 我們叫做FFMI 就是 FFMI 去脂肪的那個肌肉量 所以我們這可以 可能要麻煩我們來測量一下 測量看看 這就是一個方式啦 有一個套路 脂肪的一個肌肉量 質量來測 怎麼算 對 男生女生不一樣 對 男生女生不一樣 我們今天可能要麻煩 有一個櫃 這個呢 不好意思我們就麻煩我們的阿兒姐 來 身高150 體重48 很誠實耶 體脂30% 好 那我們現在來 誰跟我公布的 來計算一下囉 好 來我們體重48公斤 生意 然後100% 減掉體脂30% 30% 然後除以我們的 身高的平方 身高用米 除以1.5 再除以1.5 除以2次這樣子 各位來看一下 然後那個身高是我的 妳不要把我再加進去 對啊 用自己的 來來來 算了嗎 我好像有小算了一下 14.93 怎麼樣 來 14.93 來看一下在哪裡 14.93 多好在這裡 變 神戒指 這樣起來是正常 不正常中間 所以就是還有進步的空間 還行 但是還有進步空間 其實已經快不夠了是不是 對 就是可以再更好 所以我應該要再高一點是不是 因為至少要到15以上 會是比較安全 為什麼要吃得比較胖的呢 肌肉量 不是吃胖 要訓練 要訓練你的肌肉 那我就吃一些營養價值高的 是不是就比較不會有肌少症呢 那當然 其實講到營養價值 說實在的 每次講到肌肉 大概第一個聯想到的營養素 就是蛋白質 因為肌肉就是要吃蛋白 不論是肌少症 或者是有在重訓 要練肌肉等等 要吃高蛋白 但其實在吃蛋白質之前 熱量足夠是更重要 你熱量不夠的前提下 你吃再多的蛋白質 這些蛋白質 其實大部分都轉換成熱量 維持我們的身體機能 五臟六腑 所以其實是很可惜的 所以其實你在 希望你吃的蛋白質 真正能夠到達肌肉的一個訓練 前提下是足夠的熱量 那其實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 其實的確有一些食物 看似好像滿養生的 滿輕食的 滿無負擔的 但是它可能是肌少症的幫兇 第一個就是蔬果汁 因為蔬果汁 大家很多現在的外食 都覺得蔬菜水果吃得不夠 有一些便秘的情況 那我乾脆就打蔬果汁 那其實蔬果汁基本上 因為它必須要加水去打 水沒有熱量 所以它就會稀釋 你的這一杯飲料的熱量 再加上很多人 他又知道說 我們水果不要加太多 太甜 所以他就加很多的蔬菜 那其實蔬菜本身熱量又低 然後可能一打 就打個三百 五百 喝下去之後熱量低 但是因為體積大 佔據它的胃 所以導致它的正餐吃得少 它可能喝了 反而正餐它吃不下 甚至它就把這個蔬果汁 當作它的正餐 那其實長時間下來 熱量可能就不夠 然後再加上蔬果汁 其實我常會跟 尤其是長輩講 任何東西能吃就不要喝 你吃其實就是一個 訓練肌肉的一個過程 那其實你喝下去 有些甚至是用吸管什麼 就喝下去 其實它就少了這個 咀嚼的過程 其實很可惜 那第二個就是燙青菜 那很多長者有一些三高問題 高血脂 肥胖等 他覺得說 我的飲食要盡量去喔 去任何可見的油 甚至連這個好的油它都不加 所以什麼都水煮都用燙的 其實熱量就低 因為其實油脂是 所有的營養素裡面 熱量密度最高的 所以當你少了油 你的熱量自然而然就被吸濕掉 那漢娜據說你以前是 胖軟胖軟啦 對 你自己有一套方法 可以去換算 然後幫助肌腫症是不是 對 因為其實像我剛剛 那個醫生跟楊先生講的 完全都是我之前曾經中腔的 對 我以前就是 曾經七十五公斤 然後體脂四十幾趴 七十五公斤 對 然後所以那時候我就覺得說 天啊 我要減肥 我就是少吃 然後吃燙青菜 然後水煮蛋 就這樣 舊名畫剛剛講的那幾種 就是完全中 對 我剛剛就是完全中標 就是我只想要 降低我的熱量 降低我的熱量 但其實就像剛剛營養師有講過 就是維持你的身體機能 其實你一定要有足夠的熱量 那如果蛋白質吃不足 你就是掉肌肉 掉肌肉漸漸就是 剛剛會影響到什麼位的肌少症 對 所以那時候我就是亂瘦 亂減肥吃這些很低熱量 卻是沒有太多蛋白質 可以修復我身體機能的東西 導致我瘦到就是四十五公斤的時候 我的肌肉量才十八十九 其實這是嚴重的肌少症 就是非常的不足 就是依我現在這樣的狀態 所以那時候我開始就是四肢無力 常常生病 然後突然覺得冷 手腳容易冰冷 然後每天都會就是 倦倦的 懶懶的 然後一直到我覺得 不能再這樣下去 所以我開始接觸重量訓練 肌力訓練 然後慢慢的開始把我的肌力 就是建立回來 然後吃營養的食物 我現在也沒有在說 就是吃節食啊 或是吃單純 因為特別控制熱量 對 我沒有特別去控制 熱量這件事情 但是你會有意識的 去選擇健康的食物 好的蛋白質 優質的碳水 然後讓身體修復機能 然後搭配運動 你的手肘撐地板 你的肘要在你的肩膀的正下方 是 對 然後讓你的身體 呈現一個平反撐的狀態 這時候如果你做不到 這個標準的姿勢也沒有關係 你一至少先微彎 這樣子就好 慢慢開始來